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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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家里在外头都行 你看看你们什么时候有时间呢 吃饭行啊 但是我最近太忙 等我有空了吧 你说吃饭要多少时间啊 一两个小时的事 我们呢要不找好饭店 你们直接过来吃就行 好不好 妈 我最近啊 工作遇到了很大的麻烦 忙得跟什么事呢 您看看这都几点了 我从早上八点一直忙到现在 都没停过 您就别在这个时候给我找事了行吗 怎么叫我给你找事呢 你现在这个心态就不好 爸爸妈妈关心你 你说你这一把年纪了 你 我怎么就一把年纪了 像我这个年纪没结婚的不多了吗 再说了 这事还没谱呢 你明天见人家 明天就能结婚啊 你看看 我说什么来着 你一提这事 他就有借口 他就有说辞 是是是 我觉得呢 你有道理 先把工作安排好再说 听女儿吧 嘿嘿嘿 你看看 这 这还没怎么着呢 你这就 你这就先妥协了 搞得我好像要跟闺女做对似的 妈 我今天真是太累了 您要想跟我爸生气呢 最好挑个无在的时间 行吗 没别的事 我先睡了啊 那到底什么时候请李浩来家吃饭呢 过一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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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哪阵子什么时候算完呢 我要能说清楚 我就当老板不给别人打工了 好了好了 梁长 洗个热水澡 早点休息 啊 一面早点休息 晚安 晚安 不是说好了今天无论如何 要把时间定下来的吗 别看女儿那么疲了 你不心疼啊 我看她那么大了还嫁不出去 我才更心疼 我告诉你 我看出来 她都答应她了 就听她的安排 我看她 闺女心里有数 没错 那煮熟的鸭子还飞过呢 再说了 这孩子高高大大 长得又好看 职业又不错 咱们家梁爽 心眼那么少 都不过那些有心机的女孩子 万一咱老两口都看好的 又被别人抢走了 多可惜啊 至于吗 我看 咱闺女心里有数 有什么数 不行 我可等不及了 我明天啊 就去找那个李豪 我就到她诊所去 把她直接拉到家里来 请她吃饭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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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呢 阿姨 你怎么来了 我那个 今天 我是路过这儿 就进来看看你 来看看我 怎么 不欢迎阿姨来呀 怎么会不欢迎呢 哪儿的话 来坐坐坐 阿姨坐 阿姨 你先喝喝水 好好好 谢谢 你看我们这个助理啊 都看得出来你是个稀客 那她眼光 那她眼光得改改了 嗯 怎么 我说错什么话了吗 您不是说 您以后要常来我这儿吧 我 我 我常来你这儿 嗯 我上这儿来干嘛呀 就是 哦 我是说呀 你常到我家去 这样啊 咱们就都不是稀客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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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嗯 那个 你好 你今天 下了班 就到我家来 我在家里呀 准备了些好吃的 哈哈 请你到我家做客 这个 梁爽她知道吗 梁爽 梁爽知道啊 那个 不管她不管她 她说她现在特别忙 忙得要命 可能晚点回来 你呀 下了班就来 啊 叔叔也在家等你呢 嗯 那好吧 哈哈 咱们就这么说定了啊 好 那好那好 那你忙吧 忙吧 我走了啊 哎我走了 走了啊 忙吧忙吧 哈哈 再见阿姨 再见 您慢走 叔叔 来 您慢点啊 不用急 叔叔阿姨 谢谢你们的厚爱 这杯 我先干了啊 哈哈 好 来来来 你好啊 这是我最拿手的排骨偶汤 谢谢 您就别忙了 菜已经够多的了 而且很好吃啊 好吃你就多吃点 对对对 多吃点 你压气下功夫了 琢磨着你来呀 直发愁 愁 为什么 哎 还不是 几次让梁爽请你 他多说 都说没时间 所以呢 阿姨就单独请你 一起坐坐 是是是 你们也太客气了 其实我跟叔叔啊 早就想请你来 嗯 你说梁爽前一段 出那些事儿 哎 要不是你帮那么大忙 哎呦 真是 我跟叔叔啊 真心的谢谢你 咱们都是朋友嘛 哪有什么帮忙 不帮忙的 哎 谢谢叔叔 谢谢我太了解我闺女了 谢谢叔叔 她呀太脆弱了 根本就经不起 这么大的打击 要不是你帮忙啊 恐怕到现在 还未必能 哎 您就别担心了 他现在不是好了吗 没事没事 没事 是是是 老说他忙 老说他忙 今天又说加班 咱们吃咱们的啊 他最近真够忙的 而且他干起活来 那拼命的劲啊 就像个男人似的 我就跟他说 悠着点 那他听你的吗 他比我说的还有理呢 哎呦 嗯 你说说 他最近是每天都回来 特别晚 经常是十二点了才进门 嗯 可不是吗 他这种工作就是辛苦 可不是吗 嗯 你说一个女孩子 弄得跟拼命三郎似的 再耽误了 哎 哎 你好啊 嗯 哎呦 有个事想问你 你就说实话 哈哈 阿姨您说吧 嗯 你对我们家凉爽 是个什么态度啊 啊 你你不喜欢他 芝麻芝麻开门吧 嗯 嗯 我 我觉得挺好的 哦 那我们是这个意思啊 就是说 你你要是喜欢梁爽呢 我们俩呀 就极力的促成你们俩的事 哎哎哎哎哎 哎哎哎 如果你要是 没那个意思呢 嗯 啊 阿姨啊 您这话 把我给问住了 哦不不不 你别紧张别紧张 你就说实话 对对对 我跟你叔叔都是过来人 不管你怎么回答 我们都能接受 啊 那 要说我不喜欢梁爽的话 那一定是假话 哦 到了我们这种年纪 哪有什么喜欢不喜欢的 嗯 我倒是觉得 比较重要的是 合适不合适 那你觉得梁爽跟你合适吗 挺合适的 哦 但是 梁爽是个重感情的人 哎 我是觉得他需要找一个 他自己真正喜欢的男人 而且 你也知道 他之前受过一些伤害 我觉得他也需要一定的时间 让自己愈合吧 哎呀 亏你想他这么周到 哎呀 哎呀别打着 听他说 哎好好好 那梁爽对于他自己的未来 我觉得他 肯定是有把握的 所以你们也不必太担心 他一定会找到自己的幸福的 是啊是啊 是啊是啊 是是是 我们不想别人 就想你能给他这个幸福 我 好了好了好了 别给孩子那么大压力啊 我呢 相信梁爽的眼力 你好 你也加油 好好好 那你们也不用担心 我一定不会辜负二位的 好好好 来吃菜吃菜 好好好 吃什么好吃的去了 也不带上我 我吃什么好吃的 我吃什么好吃的 会不带上你啊 啊 哎 哎 哎 我告诉你一件事儿 我觉得太神奇了 嗯 你说我跟梁爽有心灵感影 我该不会跟他妈也有点心里感应吧 你想什么了他妈就想到了 说来听听 那天我羡慕你 你羡慕我 羡慕什么呀 我 我羡慕你啊 欧乐了他妈来找你 跟你聊了很久啊 请你去大家吃饭 那不是上门找女婿吗 结果他妈就请了你 你真聪明 你怎么知道的 看你想在这股得意见我就猜到了 都说开了 我还有一点保留 为什么 万一 在梁爽没有答应这个事情之前 我答应他父母的话 那梁爽他会不会不高兴啊 他那个 那我就 不 哎 梁爽确实有点让人难以琢磨呀 哎 你说他们姐妹两个还真是有惊人的相似啊 嗯 你好的电话 真的 电太来的呀 我跟你说过了别这么叫他啊 那你是接还是不接啊 嗯 你先不接 那我挂了 哎 哎 你怎么真挂了 他还以为我故意不接呢 你本来就是故意不接嘛 没事 你放心吧 你就是挂他一百个电话 他也绝对不会离开你的 真的 啊 梁爽 你不知道 在你情绪最低迷的时候 他有多着急啊 那个时候呢 你眼睛里只有福一品 根本就对人家视而不见 我有那么痴情 有那么冷漠吗 哦 反正 我看他对你的那种感觉 挺让我现了的 你别说我 那旅程对你也好 你怎么视而不见啊 再说 人家不也无微不至地 关怀你吗 真不知道你脑子里想什么呢 他 他倒是来追我呀 你这个大小姐的架子 放在这儿 人家穷小子敢追吗 我跟你说啊 其实 他心里明白着呢 你要不逼他说 他就不说 一点也不说 你喜欢爱说的呀 你不喜欢爱说的 那你能喜欢你好吗 本来还想借着酒劲给你打电话 表表爱心的 不给机会 你这人吧 就是命不好 但心而好 等着吧 会有好报的 你说真的 别太急着表达啊 来一封长嘛 我不想错失良机啊 不是这样吧 我扔一下手机 然后正面的话我就打 反过来我就不打 你觉得呢 心理学博士 你还玩壮大运 我也不知道啊 每次谈恋爱的时候都这样 一谈恋爱 所有学的东西都忘了 就这样了 扔了啊 翻面 放面啊你 放面 放面 好好好 好好好 我错了我错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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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令啊 哎 莉莉小姐 您好啊 干嘛这么看着我 我憋了吗 这么长时间 你上哪儿去了 没那么长时间 一个星期而已 哎 哎 你终于出现了 我路过这里 正好来看看你 呃 你们 那 你不打算在我们这儿做附件了 吕教练 你好 在吕教练的帮助下 我好得差不多了 吕教练 那您说 我还要来恢复吗 你觉得需要的话 随时可以回来 哦 到那边去坐吧 你这几天都去哪儿了呀 哎 一回到这里啊 就有回家的感觉啊 是吗 那太好了 来 过来坐 哎 哎 你没来了这几天 我一直在找你 郭亮 我妈 前几天说的那些不好听的 我希望你别放在心上 哎 自从那天开始 我就一直在责备自己 我觉得 是因为我 才让你受到伤害的 不 是我的一些私事 所以才没过来 让你操心了 真的 哎 哎 对了 那天我看见一个人 特别像你爸爸 我还追出去 本来想问问你电话的 啊 你是不是撒谎了 撒谎 撒什么谎 那天 我在银行看见你取钱给你父亲 他还要不停的给你鞠躬 说谢谢 你们家的礼节可真奇怪 吕成 人家什么礼节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还有你腿骨的X光片 你明明就是私脱骨折 按照我给你治疗 半个月就可以康复了 为什么你到现在还主着拐 为什么 为什么 吕成 你今天到底怎么了 还有 你一天到晚给乐乐送吃的 说是你爸做的 其实我一开始就不相信 你一直在欺骗他 你在欺骗一个单纯善良 可怜你 同情你 爱护你的女孩 怎么做 你不觉得你很过分吗 我 我没你说的那么过分 其实 我从一开始 就已经发现 你用种种欺骗他的手段 在勾引他 只不过你不高明 而且显得很拙劣 我 我没恶意 没有恶意的欺骗 难道就是好的吗 你在欺骗我们大家所有人 霓裳 你实在太过分了 我真的没有想到你居然是这样的人 乐乐 我是在教你看清楚一个好人和坏人 用不着 我用不着你将我分清什么好人坏人 我用不着你用这样的话来羞辱他 乐乐 你不要因为一时的内疚而忽略了其他东西 这个世界是很复杂的 不是你想象的那么单纯的 行了 你们两个还是别吵了 我看我还是走吧 你不许走 这是我开的店 我让谁留在这儿 谁就得留在这儿 我 是的 你不许走 他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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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栋梁 杨栋梁栋梁 杨栋梁栋梁栋梁 杨栋梁栋梁栋梁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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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栋� 喂 喂 是哪位啊 你找谁啊 不好意思 我是谢峰啊 谢总啊 我是梁阳爽 你加班吗 对啊 最近很忙吗 为了修改版面的事再加班 那你注意身体早点休息 我正好路过这儿 然后看到上面没有关灯 所以打电话来问一下 这样啊 谢谢啊 再见 了 啦 lala por 啦,啦,啦。 啦,啦,啦,啦... 啦,啦,la,啦,啦 。 啦,啦,厲害啊 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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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的 我说梁爽 你是不是已经完全没有心意了 你就拿这些粗糙的东西让我给客户看啊 有什么不合适 你说 你能告诉我这上面哪里是合适的 还摆排得这么密 让人怎么看啊 还有那些内容换汤不换药的 我让你改就改成这样啊 你要不想干就直接说嘛 拿这种消极的态度来工作做给谁看啊 这 量手 怎么回事啊 你看梁爽 太多消极不说 还拿这些粗糙的东西来糊弄我 他以为这样就可以混过去了 把我当吃傻子了 给我看一下 你觉得这个方案是什么地方有问题啊 每一个都有问题 小方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 为什么不可以啊 为什么不可以啊 他是做得不好 难道我还违背良心来夸他吗 我是想说 梁爽昨天加班到神夜 至少他的工作态度非常认真 你的说话方式是不是该改一下 我不需要你来教我怎么说话 还有 我哥叫你来是来帮我 不是让你帮其他人来说我 还有我更不需要你来教育 你 怎么了 你没有其他事吧 我要工作了 我真的很后悔呀 当初因为目不过爱打成的面子 答应入骨来到乐意 原本想帮他妹妹的忙 可是没想到最后搞成这个样子 你说的是爱小方 是啊 其实小方以前她不是这个样子的 我和她哥从小看着她长大 她小时候挺可爱的 但是父母呢 很早就死了 所以呢 爱打成就肩负起这个责任 把她带大 而且为了送她去日本 把自己结婚的钱都搭上了 最后呢 女朋友跑了 直到现在都没有找 你这么一说 爱小方跟爱打成真的大不一样啊 是啊 我以为小方还像以前那个样子 温温和和的 可是我今天看到她对梁爽的那个态度 作为旁观的人 我呀 我都看不过去 今天她对梁爽怎么了 其实呢 我不知道她们有什么过节 但是我觉得梁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女孩 工作又赏心 人又随和 不知道小方为什么要处处针对她 百般挑剔 他们两个之间的事可真是 说来话长了 你真是想找到的 麻烦了 你真是想找到摩拘 你真是想找到 那还什么 这么想到 您要想想找到 我也想找到 大咱们 又嫩 哪很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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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